小情侣剧场 在一个伸手不见脚趾的夜晚 岛上静悄悄的 我一个人在岛上到处搜寻着能够果腹的食物 突然从远处传来了诡异的歌声 不是吧 这大半夜 闹鬼呢 完了完了 我有点害怕怎么办 姜叔啊 你要是再不回来 我就要被鬼抓走了呀 白马啊 鬼啊 不对 这是杀鱼头 我就知道是你 姜叔 你是不是又欠揍了 豆姐我决定了 我要把我拥有的一切都给你 不是吧 难道你要把你的腿毛给我呀 说啥呢 腿毛呢 就象征着我男人的魅力 能给你吗 我是说 我要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做成木箱子给你 你不是说东西太多 装不下了吗 我就是想着你浑山上下一毛钱都没有 你能给我啥呀 你咋知道我都是比脸都干净呢 哎呀 小点声嘛 这不都让别人听见了吗 这个岛正好今天深夜了 打个鲨鱼没问题嘛 我觉得也不错呀 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吧 我过去之后只我来这里只做三件事 肯定是问江苏做哪三件事 第一杀鱼 第二杀鱼 第三杀鱼 来吧 这怎么还给自己配个音乐 整听好 那我也上岛砍个树手机一下物资吧 这咋没多一会儿 这天就黑了 哎哎哎哎天黑了 咋整啊 啥也看不见了 没事鱼顿啊 我正跟鲨鱼不斗呢 再来几下腿就死了 你快回头 你看我是谁 你回头 你回头 哎呦我的妈呀 哎你就说他烦人不 就知道吓唬人 这回鲨鱼这么快就没了 那你看看江苏一出手啊 就知道有没有啊 我下也捞东西了 哎行你去吧 哎呦孔雀石 蓝金石 好东西真多呀 是啥 海底还有孔雀石 哎 你是不是玩窜台了呀 哎呦没养了 没养了 窜信 呵呵 呵 玩窜台的吧 呵呵呵 这回没有鲨鱼了 那咱们把这一片都采了吧 东西全都带走 这小斗 别看小 那是还挺富裕的 带走带走啊 全带走啊 一会儿鲨鱼回来了啊 也不用怕 不让我来 啊救命啊 鲨鱼又来抓我了 鱼顿你先别下来啊 容易影响我发挥意 来来来 你别欺负弱小来 你欺负我来 咬我 什么叫弱小 这岛上也没啥了 都让咱俩给捞光了 咱们走吧 走吧 那就出发征服下一个大岛 啊 呀 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